11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 在此期间中方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此举将让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再上一层楼 众所周知中国的外交伙伴关系共分11个等级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第四高等级 最高级别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只有一个国家我们的铁哥们巴基斯坦 第二高级别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只有一个国家俄罗斯 第三高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东盟十国中的五国 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泰国 第四种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比上一种关系少了个合作 这次涵盖了整个东盟意味着与东盟整体关系的升级 你知道东南亚稳定对我们有多重要吗 一旦东南亚乱了就会像墨西哥一样 输出无穷无尽的非法移民和毒品 看近日美墨边境的情况就知道了 视频会议上中方云引中国古人的话说 某度于一者必得 事因于民者必成 让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放在心头 把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使命扛在肩上 携手前行继续奋斗 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共创更加繁荣美好的地区和世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